創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圆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鼎姊妹我们被创造 我们其实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我们既然照着神的形象做 就是说我们可以有选择神的apps 选择神的功能 这个机能在我们里面 但问题是我们用来选择什么呢 我们选择变成禽兽 我们选择变成野兽 我们选择变成撒旦 我们选择变成堕落天使 我们选择变成神的形象 弟兄姊妹 明白吗 我就是在说这件事 原来神创造人类是有神的形象 潜藏在我们里面 但问题是我们会不会选择圣结呢 我们选择义定不义呢 原来这就是那个问题 我们是一个可以说 在这个世界当中 是神创造出来的 不是一个宠物 我们是一个可以成为神的乙女的 一个什么呢 一个电脑 你可以当成一个电脑 里面拥有一个神的乙女的电脑 program 在里面 不过你从来都不按那个键 你从来都不用那个键 你用了之后你不去实行 你自然永远都不能成为神的乙女形象 的这个机能 明白吗 你有那个潜藏的机能 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选择这个机能 去发挥出来 发容光大出来 所以他能够有什么呢 他能够有神的现象 所以现在你看 原来神创造人类 是有一个这样的 我们称为潜质 在里面 是有一个这样的 选择机能 在里面 记住 我再说一次 如果那个人创造你是个电脑 那你是有个选择功能 但如果他创造你是个厕所版 你没有这种的选择功能 所以神从来没有叫一只小鸟 你要圣结 好像我圣结一样 他没有对一只马 对一棵树 但是对人类说 你要圣结像我圣结一样 咦 那个我是谁 那个我是神 大兄姊妹 你知道吗 你原来可以选择 跟神一样 有那种倾向 有那种形象 有那种内涵 在人生当中 就是说这个 原来神创造人类 是给了这个机能 但是为着这个机能 成为我们自己 永恒当中身份的选择 他放了这些人 既然是这样 于是乎 这个选择 还需要一样的事物 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对我们的 寵物全部都不会做的 这个 就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被神创造 神创造人类 而原来神创造人类 是让宇宙当中 有一群生命体 可以选择成为神的儿女 可以选择有神的形象 记住 你创造有神的形象 不过你选不选择有神的形象 这个就是那样 所以 于是乎 既然是这么强大的选择 所以他一定要在园中放 分别是恶树 如果你回到我们教会当中 你会知道 这个分别是恶树的果子 就是称为 聂东尼亚 对不对 这个聂东尼亚 这个渊源 真的大得紧要 但问题 起码我现在一定要 如果你不是回到我们教会 我们也要在这里让你一个解释 亦对顶 只要有一个重温 聂东尼亚就是分别是恶树的果子 但是聂东尼亚就是惯性 现在你在世上 只会有一个秘密组织 在世上 你想想一下 最疯狂的秘密组织 就是聂东尼亚 最大的秘密组织 又是聂东尼亚 最历史悠久的秘密组织 而可以说最得势的秘密组织 又是聂东尼亚 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政权畅通无阻 都是聂东尼亚 所以像不像这个秘密组织 就是说着秘密组织 但是它和所有的秘密组织 都是不同类的 就像圣经记者 这个小角 和所有其他的角 都是不同的 它是最特别的 它是完全超越了 其他类似的 同类型的东西 聂东尼亚 就是这一只小角 而聂东尼亚 其中它最提的一个题目 就是聂东尼亚 它不断提聂聂东尼亚 现在当然 在玫瑰圆计计 我们更加对 聂东尼亚的认识更加清楚 我们讲到 这四宿 我们讲到十角 我们的宿和角的定义 我们已经在主日 清楚分享到 又讲到 聂东尼亚就是这一只角 我们终于知道 原来聂东尼亚就是 第四宿当中 它产生出来的 其中一个小角 而为了 完成 什么呢 完成它 踏最后这个舞台 但是它踏这个舞台的时候 它不断给了 很多很多 很多共同讯息 给我们 而其中一个当然 共同讯息 就是说 美国圆计划 天马克座行动 我们讲的 美国的大角色 其中一样 它在聂东尼亚 一开始存在 它已经是不断强调 历虎座 强调 荷鲁斯 强调 奥塞兰 以及强调 塞东尼亚 它将所有东西 都联系了 塞东尼亚 所以我们曾经在主日 说出一个很惊人的对比 很多基督徒 都完全不知道 一些那么重要的东西 分别是我说的名字 那次的名字叫塞东尼亚 但是问题 美国 当它能够 上到这个火星也好 或者拍到这些相片也好 它特意拍到火星的一大堆废 那些是建筑物废 而并且 美国的华盛顿 在未发现这个废区之前 就已经照着这个废区 去做他们所有东西 但是问题 这个华盛顿 是照着火星的这一堆废区 去建筑物 但火星的这个废区 他们统称这个名字叫做 塞东尼亚 明白吗 所以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 很有趣 塞东尼亚这字用在哪里 是推罗王 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 敌基督 撒旦的名字 曾经是推罗王 他自己是这样被造的 就是基路柏 所以聖东尼亚给我们理解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原来由这个分别是我树果子 直接去推罗王 在圣经里面拿来对比撒旦的一个人物 当然了 这一道主日应该已经出了几个观看 但问题是现在在灾在就没有这个观看 所以大家记忆我以前说过的信息 现在就理解多些了 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以色列书第27章的时候 为什么会提到推罗 我们当然用33.33 曾经在主日当中 对比推罗、加利利在经委线里所代表的数字 在以色列书第27章第一节就是这样说 耶和华家说要临到我说 人子亦为推罗作喜爱歌 说你居住海口市众民的商负 你的交易通道去多个角度 实际上你会看到 是我们一早用这一段经文去 即是在很早年已经讲rock music 的时候 已经曾经去讲到 这个推罗王其实是什么 因为实际上在以色列书第28章第11节 耶和华家说临到我说 人子亦为推罗王作喜爱歌 就是这个圣东尼亚 就是这个分别小岸书的果子的名字 在后来成为一个地方的名字 实际用这个地方 用来对比堕落的撒旦 堕落天使 所以天上那个又是叫做圣东尼亚 没错了 其实我们在讲火星 在当年就是人类被创造之前 其实是推罗王去掌管的 在那里有海洋 在那里有商负 是有贸易 是这样的 而事实上现在你会看到 那些人去讲火星 如果是美国Ness 去讲这个圣东尼亚 他也在那里说是个海 当然他不承认那里曾经有文明 但他也在讲那里是个海 其实圣东尼亚那个位 他说 你为推罗王在爱过说 主要是如此说 你无所不避 智慧充足 全而美丽 你曾在什么 伊甸神的圆中 为什么会突然又飞了伊甸神的圆中 这个推罗王 不是只是一个人 不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 不是 在这里我们曾经讲 音乐和撒旦的时候 就用了这段经文 让大家知道 这是在讲撒旦的 为什么呢 因为推罗王一定不是纪录 因为为什么呢 他说你曾在伊甸神的圆中 配带各样的宝石 就是红宝石 红碧璽 金刚石 水仓玉 红马鲁 碧玉 蓝宝石 绿宝石 红玉 和黄金 又有精美的古笛 在里那里圆文 我们讲的是 表现的 古笛笛 表现在撒旦身体里 所以你会发现 在这些迷惑人的神话当中 其中一个假神 就是吹铁 去迷惑人 另外你看到 Rock Music 那么强调的古笛 就是我们曾经 Rock Music 跟大家分享过 又有精美的古笛在里那里 都是在你受造之日 预备齐传你事 受高遮掩药柜的基路柏 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 你看到吗 这里肯定不是在说 真是推炉 这个聖东尼亚在说什么 这是在说撒旦 好了 现在你会理解 原来我们所说的 一脈相承 我们所说的 为何如此强度聖东尼亚 我们所说的 为何在神的圆中 有分别圣案树 但这里是分别圣案树 的果子聖东尼亚 原来可以说是撒旦的别称 当它被造 原来它是故意被造出来的 神创造它出来的 原来你会看到 当我们这样理解的话 你会发觉 原来我们所说的分别圣案树 是一脈相承 是为了创造了一个 有神的形象的生命体 然后它以选择成为 神的形象底下去度过去一生 那现在你就会明白 整个人类历史到收割的时候 神想收割什么 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 以后话神吩咐他说 圆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除以吃 指示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يدgesamt 非常止 明明 都 unpre pareil dia 是 放心 都emente Annie 波 även 他 在第三章 天空 都不重 或者他 有人 求aras 宇宙是你创造 你却爱我施拯救 谁将你大爱是独有 连是我一夜再听我呼求 至于决爱将暖流 谁将你大爱及万有 从历世及万世 无尽涌流 最广阔恒久 好大在胸口